觉得我们是被骗了 对吧 人家骗你什么呀 人家那个全世界数得上的那个亿万富豪 人家骗你人家要干嘛人家 对吧 人家用骗吗 对吧 咱们前两天有个战友 他们家亲戚就说了骗 战友可会那么说了 骗你什么了 我还跟着投资了 你投了一分吗 你投了一百了吗 你说人家骗你啊 你凭什么说人家是骗子呀 你现在虽然是亲戚 但是你现在 想跟我对话的话 你就 我就不允许你说他是骗子 当我真正的 被骗了 你再说也不晚 对吧 你有你的投资 你投资别的平台 我都没说你被骗 因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赚着钱 不管是一年 两年 五年 你赚着钱 不错 你投资对了 但是说你就是损失了 你被骗了 对吧 我们现在 你至少 哎呀 就是这些人 他是巴不得我们被骗 因为他完全就是老共的那种 体制出来的那种洗脑 因为他没有参加报道革命 他拒绝 而且跟家里闹翻了 他就不想 承认自己 错了 或者没赶上机会 失去了这么好的机会 但是呢 如果你要成功了 他也生气 他也嫉妒 但是呢 他没赶上机会 他没赚着钱 他至少他不想让你成功 都是亲戚 都是亲戚 都是姐妹 就差这么一点 你赶上他没赶上 人家不 人家心里不痛苦吗 人家不痛苦吗 所以他就什么原则 什么正义邪恶都不管了 我就是希望你们被骗 你们就是骗子 根本就 不去了解一下 看的一些那个YouTube上一些伪类 就是黑我们的 不管怎么样 郭先生是这么一个成功的一个人 几年下来 干的事都是天大的事 都是超过历史上没有人干过的事 他骗子他早被抓了 对吧